国家主席习近平 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 欢迎土夫曼斯坦总统 谢尔达尔·迪尔德·穆罕默多夫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天安门广场上明里炮21响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王毅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立峰等 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谢尔达尔·迪尔德·穆罕默多夫访华的有 副总理兼外长及五位内阁副总理等 军乐团奏土中两国国歌 军乐团奏土中两国歌 戏尔达尔·比尔德·穆罕默多夫 谢尔达尔·比尔德·穆罕默多夫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 观看仪仗队分裂市 谢尔达尔·迪尔德·穆罕默多夫 适应习近平的邀请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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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二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